據匿名知情者提供的消息 哈爾濱道外區有一家修煉法輪功的男主人林金鵬 去年9月22號下午出差回家 在自家小區內被七八個警察綁架到派出所 從他身上搜出鑰匙打開他家門 綁架了他的妻子劉暉和一名女法輪功學員張金生 隨後警察非法抄家 拉走了兩貨車的東西 當地派出所沒有任何手續 也沒有提供清單 只知道所有現金和銀行卡都不見了 之後林金鵬無罪釋放回家 隔天中午 劉暉和張金生被送到哈爾濱市第四看守所 非法關押 知情者透露 家屬請律師會見 以及到檢察院月券都要花大錢 於是 林金鵬打算自己為妻子辯護 知情者還透露 林金鵬一家人因為修煉法輪功 遭到中共迫害 先是他的母親被判刑一年 期滿回家後 抓他的妹妹判刑四年 才過一年多 又抓走他的妻子 聽法官說要判五到七年 據明慧網報導 去年9月22日23日 哈爾濱市中共警察實施邪惡統一行動 綁架多位法輪功學員 此次非法抓捕 據說是省政法委副書記郝偉夫在部控參與 按名單抓人跨區抓捕 並有綁架指標 抓一個法輪功學員有獎金 目前已知近30人被抓 新唐人記者雄斌 周天採訪報導